大家好 我是阿飞 昨天因为一些事情呢 所以断根了一起啊 今天呢 我还是在家里呢 寻找好吃的 既然要介绍云南这边的这个美食呢 首先呢 从自己家里开始啊 现在呢 我们 我来盘调一下家里有些什么好吃的 我如果大家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呢 我可以单独分出来做 这里呢 是堆一些杂物 还有杂把的一些各种袋子 还有各种各种各种东西八糟的东西 然后呢 这些吃的呢 一般放在这地方啊 待会我把这些东西全不拿出去 给大家看看这食料袋子装的是什么 有1-2实验啊 都是云南这边 也不说不一定是云南这边的特产啊 但是 这是家里的自己的东西啊 首先我们去看一下啊 从上到下呢 看一下 好的 现在呢 我们开始看啊 这些各种各样的啊 大家觉得有兴趣的呢 一定要 评论区呢 告诉我 首先呢 这个呢 首先这个 应该大家知道啊 这个呢 是 那个蕨菜啊 蕨类植物的那个晒干掉以后啊 这个可以用来做红烧肉啊 蕨菜红烧肉 好的 这个拎开啊 这个 这个呢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了啊 这个 这个叫白玉杆啊 就是那个 芋头的杆 然后用水煮过以后呢 晒干了 然后它呢 其实很韧啊 韧性很强 然后煮出来呢 还是蛮好吃的 呃 这个的吃法呢 一般也是 煮 煮汤或者是那个 好的 这个拿开啊 嗯 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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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打开 看 这个是 大家可能知道啊 这个是辣椒啊 这个是辣椒 但是呢 它和其他辣椒有点不一样呢 它是这个颜色的啊 有点淡黄色的 青色淡黄色的 其实呢 它加工过程的是 先用水煮过以后 你再晒干啊 用水炭过 要准说有水炭过的晒干啊 然后这辣椒呢 特点呢 是不辣啊 这种辣椒呢一般就是单独用油接的吃啊 它和其他辣椒不一样 得 拎开 这个 这个 我怎么拎了一袋这个豆子出来 这是 类似红豆啊 这个 这个豆呢 不知道是什么豆啊 我们这比较小 都统称为南京豆 拎开 这一袋 这一袋 这一袋长满了灰尘的 这一袋呢 看一下 这个呢是 潭梨花 这个是干掉的那个潭梨花 可以用来炒吃 用水泡发一下呢 可以炒吃 再过到下个月呢 就会有星期的潭梨花 嗯 其实它就是一些花朵 小花朵 在云南这边这东西呢 还是吃的人非常多的啊 一些山山栽的人也非常多 云南这边有吃花的习惯 潭梨花 才可以做潭梨花巴巴 嗯 红烧肉也可以加进去 煮汤也可以加进去啊 好 这一袋呢是干掉的蘑菇 这种蘑菇呢 其实呢 味道不会很好吃 但是呢 嗯 汤比较有营养 至于补不补血呢 这个我也不清楚啊 不太像是这个蘑菇 但是蘑菇当中呢 是 嗯 比较不好吃的一种啊 更多的是一点点 这个药用价值啊 一般呢 这种东西呢 就是做汤啊 它本身做出来的汤呢 这个 呃 嗯 很一般 在蘑菇当中呢 还是很一般的 这一代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啊 把它看一下 这一代呢 很碎的干蘑菇啊 碎碎的干蘑菇 不看了 这一代 好 这一代呢也是蘑菇啊 干掉的蘑菇 干掉的蘑菇 各种各样 嗯 白楼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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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些黄楼散 还有一点 哦 红菇 各种 砸乱的菌子吧 还有这个呢 这个也是啊 这也是那个 麻木鸡啊 哦 不是这一朵 仔细看啊 仔细看 你再看质地的话 这一朵是青头菌啊 青头菌 青头菌 还有 还有其他一些 杂乱菌子啊 这朵是黄楼散 好的 我已经看过了 这些蘑菇 干蘑菇 好的 这一大袋 这一野菜 好的 这野菜呢 是也是风干掉的野菜啊 这个 这个呢 长毛毛 上面长了很多很多小细毛毛 甚至呢 还会一滴滴扎嘴 这个是苦雀草 我们这边叫苦雀草 其实它中药名呢 我不太清楚 嗯 因为它也有很很大的药用价值啊 是一味中药 然后呢 又是一味野菜 在野菜当中呢 它数一数二的 为什么呢 它煮豆米呢 是非常好吃的 这个我们叫苦雀草 到泡发出来 它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啊 然后你浑身的是小刺刺啊 毛毛的小刺刺 嗯 好大一袋啊 闻上去呢 还有一股茶叶的味道啊 茶叶 这小袋 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打开看一下 刚才呢 我说不知道是什么 这打开呢 我更不知道是什么了 然后仔细看一下 闻一下 啊 这个是十八状 干掉的十八状 已经是风干掉的十八状 是一种野生的蘑菇啊 但是风干掉的十八状 嗯 那个味道还在 这个呢 一般用来泡发出来炒了吃 或者是直接煮汤 有点像 我还以为是木耳吧 我不是木耳 地呢 有点像木头 也像 木头 这个袋子呢 已经是很成就很古老的袋子了 这个呢 这个呢 大家可能 在之前视频呢 看到过 这是 树花 就是树上长的那种 我们叫树花 其实它也是属于一种菌类啊 一直 它属于一种野生菌啊 但是它长树上的啊 这个 我们叫树花 这个呢 用来 涼拌 炒吃的很少 最多的就是涼拌啊 就是泡发一下 你直接给涼拌啊 好 这一袋呢 绝对是树花 黄色的树花 黄色的树花 嗯 这一袋 这一袋呢 也是唐梨花 唐梨花 刚才呢 也还有一袋相似的 好 这一袋 这一袋 没摸 暂时不知道是什么 大家看一下 嗯 知道了 大家应该也知道了吧 这就是那个 这些视频当中提到过的这个 地链花 学名地勇金链 这些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 是晒干掉的 晒干掉的 就会变成这个 这个样子 晒得不太好 所以呢 有点不太好看 这个的东西呢 可以吃的最多了 凉拌啊 炒汁啊 还有煮啊 煮啊 煮汤是最多的 煮汤是做最多的 它本身呢 没有什么特别重的味道 嗯 所以呢 煮什么呢 就是可以的 家里的这些 吃的呢 就这么多 其实呢 各种各样啊 咋就咋吧 很多呢 是来自于山里啊 还有 嗯 铁地里的东西啊 都是一些 本地的农产品啊 嗯 如果大家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呢 可以在评论区 或者是私信给我 我会单独呢 做给大家 今天呢 就是为了盘底一下 家里有什么好吃的 嗯 好的 那么 这期视频呢 就暂时到这里了 我们 下次视频 再见咯